同修梦见两个人对他说地球以后会越来越危险 现在不回去以后恐怕很难回去 很多天人天神已经回去了 星和月已经结束了 同修也可以回去了 同修看到前世在天上多姿多彩的生活 他感慨 现在人间跟前世相比 只能用落魄来形容 同修梦里想到自己在人间所受的苦不禁难过起来 然后跟这两个人说他也回去 他们对同修说会在同修第二个生日的六月 带同修走 然后同修梦里感觉会有一场车祸 不过不会很痛苦 很快就过去了 这个同修等于是他室友节了吗 室友节了 他不应该这么做的呀 一切一切应该随缘的呀 他这种叫执着呀 你记住了 你记住如果是菩萨不会车祸走的 那等于他本身还有业障的 对了 他走的时候 他如果业障走的话 你说能到天上很高不拉 至少讲的再好轻一点 你也不会操作六道啊 你至少在天界面也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呀 哦 好了 明白了 好的 那如果说 他许愿 他梦中 别人说带他走 他就答应了 没有说想着我要去跟师父弘法 是不是说他平时用弘法的 那个度人的心不是很坚定 所以才 是啊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哦 那如果说有人想许愿度人 呃 许大愿度人 许多少 多少人算大愿呢 越多愿愿大呀 你当然你不能超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范围 那你不就忘语了吗 哦 那比如 你大概的一百个啦 五十个啦 都是愿力呀 你只要说我许一个都是愿力呀 哦 好的 好的